周边领主见 就可以了 而且呢 现在就传出了 就是因为这成本 差异性很大 所以新的 这位型手机 新的第一架iPhone 很有可能 不再用铝美合金了 将会采用塑胶机壳 那头真都在想 如果说真的有 转为这塑胶机壳的话 那么会有哪些 相关的厂商来受贿呢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钟老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现在在报纸上 也传出来了 这主要的机壳供应厂商 将会从原本的 鸿海家族 这转到了新加坡的厂商 也就是贺比国际 或者就是 捷普旗下的一个绿点 所以大家都在想了 如果说是这样子 郭董吃不到 这个低价iPhone的话 对于鸿海来说 是不是股价 会受到一些冲击呢 但是今天来关心到 23EC的鸿海 目前股价 利首在红盘 如果大家把K线图 打开来看 就可以发现 鸿海在今天 其实是终结了 日K上面的连11黑 所以这后续怎么看 两个问题请教黎蓉 好 各位同志们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 几个重点 包括27EC的一个可乘 最近的一个股价 走势上面来讲 变得比较弱 可是我认为 在整个讯息 比较明朗过后 可乘可能有机会 出现利空不跌 因为不要忘记了 可乘虽然是这个 所谓的一个金属的 一个机壳的 一个主要供应商 但是它基本上 在两年之前 已经开始在 着手研发这个塑胶机壳 所以我认为后续上 如果说苹果推低价iPhone 真的要用塑胶机壳 可乘未必会 真的拿不到订单 那么再加上 如果后续上的一个 非民阵营 也是推所谓的一个 塑胶机壳为主流的 情况下的话 我认为它也有可能 拿到相关程度的一个订单 所以我们要观察 这个讯息是不是真的 来真的要看一下 可乘的股价 是不是能够 在那边出现质问 出现质问的话 我认为后续上 应该就可能是空穴来风 那么其次除了 刚刚欣宁谈到的绿点 绿点这间公司 其实事实上几年前 它是台湾的公司 它本来是挂牌 后来被合并的 那么我认为它现阶段 能够提供的一个产能 原来上应该没有办法 吃下大量的一个 Apple的订单 那么换句话说 即便是有这个 这个塑胶机壳的 一个讯息发酵出来 那么后续上 台湾厂商应该也有 几家公司 有机会接到相关的订单 那么相关的概念股 我认为如果短期时间 股价有出现 喷出的发展 那么投资人也要发现 这个讯息可能 后面可能会变成真的 因为一定有人先知道 比如说 黎绒我打个岔 指标股要看谁呢 没有错 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谈到 比如说3679的新智深 那么原则上 这支股票也是做 相关的一个塑胶机壳 那么比较投资一点的 我们可以看到 新智深其实最近的 一个股价表现上面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但是因为量还不是那么大 可是整体的一个族群 如果全面性的一个发酵 投资人就要注意了 特别是有可乘的投资人 那么包括9136的一个巨疼 目前的一个股价 投资上面来讲 并没有很强势的走势 那么包括 这个包括8410的森田 3518的柏腾 还有3005的神机 那么其中这些股票里面呢 原理上都是股本比较小的 可是包括神机的部分 这个后续上 如果说出现的正向的一个发展 投资人就要发 这个就要稍微有一点敏感度 是不是这个讯息 真的开始发酵了 好那不过在鸿海的部分 用怎么来做解析呢 今天可以关心到 在这个K线图就可以发现 今天是终止了日线上面的连石一黑 但是这真的就已经是代表说指稳了吗 还是只是短线上的一个跌审反弹 好我相信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 对于鸿海 他们都有一个共识 这80元以下 就是很好的一个买点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 假设这个事情是对的话 那么原则上应该也会让大家等一段时间 可能我认为三个月半年跑不掉 那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当初这个红夏店 谈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市场上大家是这个股掌就要好 那么当时的一个股价在相对的一个高点 那么相对最近的一个红夏链 目前还没有破局 但是如果真正的破局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出现真正的一个利空不跌 我认为有待去做一个观察 那么倒是近期的一个鸿海的一个 筹码面的部分 我反而比较忧心 因为当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时候 它往往不会是正确的 因为现阶段的一个融资云在高档 那么相对的股价在低档 那么在这么多的一个福尔的一个情况下 要让红海能够出现短期间的大涨 实在不太容易 那么再加上这边面临的一个 80元的一个保卫站 其实今天早盘 我看到80元的一个挂单 这边挂了一千多张 我就稍微比较忧心一点 这个地方乍看之下 好像有人在互盘 那么说如果红海这个地方 在这么乱的一个筹码 要能够真正止跌的话 我认为以跌止跌的一个机会 会比较高的一些 所以短期之间要留意一下 红海的一个风险 不过今天整个盘面上 似乎好多的个股 不只是红海 红家军好像都有一点 稍稍指纹的味道 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跟Apple的股价 没有再继续跌有关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关心到 刚刚钟老师也是特别提到 如果说对于红海真的有兴趣的话 还是要来注意一下 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因为融资毕竟呢 之前几乎每一天都是持续在增加的 目前融资的损位 也是在相对的高 我家室 都会被宰厕